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了 我的意思当时就是 主要是北大林建华这个事情 有感而化嘛 因为林建华这个写了 这个事情出来就要写了一个道歉信 然后后来网上也说 那第二部道歉信 我觉得他那个第二部道歉信 写得很好 但是后来又说 这第二部道歉信是假的 但是我想了不管是真好假的 对于林建华来说 因为很多人对他的道歉信不满 主要是因为他道歉信的内容 但是我的意思是 先撇割这个内容不谈 就是说一直认识问题不谈 他这个道歉本身 我个人认为他还是比较精诚的 所以应该值得肯定的 因为进入文章里面讲的 就是说中关吞 出赛的所谓三大的白字校长 到了赵布林建华 还有原来的林大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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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金宝群 还有这个清华的顾炳林建华 他们虽然不是说 念念错了字 当然林大的是把这个字念 一直搞反了 这个清华的是 根本念不出那个字来 但是没有像这种道歉 当然他们引起的反响 不如这个林建华这个反响大 因为当那个事情 也算了几年前发生的 当时反响也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也 这个这个事情也得过了 当然人们最绝对 还是这个云南省长 这个云南省长打这个颠字念错了 这样的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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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当时这个事情 反正喊的 但是这个事情 对 因为中国的事情是这样的 你这个几天不关注的话 热点事情 就滚滚而来呀 过了这个热点的话 大家把你这个事情 全部忘掉了 我固定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对于就是 今天的高 就关于是 这个所谓的一个 面子问题 他也知道 中国的热点事情 非常好 我扛过去几天了 几天就好 大家不关注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就没人关注这个事情了 所以 这可能是 他们的一个 不单说 我们讲是高峰 其实包括是公众 比如说 一些演艺民生的 公众人物 发现说 一些企业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带着这么一种心理 有些公众人物 基础后 这个会道歉 是因为 继续的语论 关于这个事情 当然它更主要的是 因为公众人物 比如影视演员的话 他怕流失了 所谓的 这个市场的 所以他在这个市场 和语论的压力下 这个道歉 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 他没有这个问题 他不怕流失市场 因为在市场 他的当选 不是选票是决定的 不是老百姓决定的 而是所有是决定的